爱做梦的人 亲爱的小朋友 平时睡觉的时候 你有没有做梦的经验 古时候上帝常用 一梦一想 来向人显示他的心意 如果你也经常做梦 那么在梦醒的时候 可以试着把梦写下来 看看上帝是不是透过梦 对你说话哦 上一个故事 你听到的是约瑟父亲 送他一件产衣 因此而引起了哥哥们的嫉妒 其实他的哥哥 因为心中不平衡 到处想找约瑟麻烦 接下来发生的事 更引起了他哥哥的不满 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约瑟做了两个梦 有一天 约瑟很兴奋地对他哥哥们说 哥 哥 你听听我说 昨天我做了一个梦 做梦 做梦 做梦有什么稀奇的 但是这个梦很特别 特别 好啊 你说来听听啊 于是这些哥哥 很不屑地听他 我梦见我们都在田里面捆合捆 我们都把自己的捆 捆好树立着站着 结果啊 你们捆的合捆 居然围着我的捆下拜 你们说是不是 他们的哥哥 本来就不耐烦地听他说话 却没想到约瑟的梦 竟把他们惹毛了 他的哥哥回答说 你在家里老是在老爸面前告状 拍马屁 你别以为老爸听你的 怎么 你还想做我们的王啊 难道你以为你可以管得了我们啊 是啊 是啊 就算管我们 都还轮不到你呢 大哥 你说对不对 是啊 你就靠边站着 靠边啊 是啊 我们 别理他 我们走 别理他 我们走 后来约瑟又做了一个梦 他很兴奋地又跑去跟哥哥们说 哥 哥 你知道吗 我又做了一个梦了 做梦 你成天只会做梦啊 你啊 是啊 你又做什么梦啊 这次不是又要做皇帝了吧 不是啦 不是啦 我这回梦见太阳 月亮 跟十一个星星 哎哟 这有什么好稀奇的 大惊小怪 可是我看见太阳 月亮 跟十一个星星 居然向我下拜 下拜 约瑟 你当你自己谁啊 是啊 成天不做事 只会做梦 你当老爸的马屁精还不够吗 现在要当老大 骑在我们头上 门都没有 好好的去发你的白日梦吧你 我们走 别理他 十个哥哥们 因为约瑟的梦 气冲冲的走了 约瑟看着哥哥们都走了 也不把他的梦当一回事 他只好跑去跟父亲说 爸 爸 你知道吗 我昨天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耶 啊 又做梦了 是啊 可是哥哥们他们听了之后 都不理我了 说来听听吧 约瑟将这个梦重述了一遍 雅各听完了之后就责备他说 你啊 你做的是什么梦啊 你难道要我 跟你母亲 你的哥哥们 弟弟 都跟你下拜不成啊 我可告诉你啊 下次不要再跟你哥哥说这些了 知道吗 不要制造麻烦呢呀 哦 知道了 知道了 自从约瑟做了梦之后 他的哥哥们就想找机会修理他 哥哥们不但看不关约瑟老师穿着父亲给他的产衣到处晃 也嫉妒他在父亲面前得宠 哼 这个小子 我们要好好地找机会给他颜色看看 小朋友你知道吗 上帝除了透过圣经 牧师师长来对我们说话之外 特别是在旧约时代 上帝会透过敬前人的梦对人说话哦 这样的方式可以把上帝自己的计划说出来 让世人明白并且可以照着去做 约瑟从小就是一个爱上帝敬畏上帝的人 因此上帝也特别愿意跟他说话 至于约瑟的哥哥们就不同了 他们成天不祷告 并且做些上帝不喜欢的事 当他们看见约瑟受宠的时候 并没有反省自己的行为 反而嫉妒弟弟 甚至想要找机会陷害弟弟 这样的品性 当然得不到上帝的喜欢咯 你说是不是 因此如果你看见自己的兄弟姐妹 有好的表现而被赞美的时候 千万不要嫉妒哦 你要为他感谢上帝 另外你也可以求上帝 赐给你聪明智慧并谦卑的心 去学习才对 好 现在把你的手合起来 眼睛闭上 跟Debra牧师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孩子感谢你 因为透过约瑟的故事 我们更加的明白 要做一个爱主的小孩 也求主帮助我 懂得去欣赏哥哥 姐姐 或是弟弟 妹妹 他们的才能 这样我不但可以跟他们和睦相处 也可以向他们的优点来学习 求你帮助我懂得有爱兄弟姐妹 孩子祷告 乃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